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那么大 但是他们都创下一个波段的新稿 主要是因为联准会的主席鲍尔 就发表了一个新的谈话 他就有提到说 之前的升息是激进式的升息 之后应该会调整成比较温和的升息 蒋白就说之前一次升三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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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可能会升两码一码 两码一码这样子升 就不会每次都升幅度那么大 市场当然就当作是一个资金面的最大的利多 因为资金面的紧缩的力道要开始放缓下来 那股市就放编炮 所以昨天美股市场指数就全面大涨 再加上昨天下午 中国大陆包含广州 上海 一些特定的区域 突然间公告就说要解封 因为就受不了大家的抗议 因为大陆人这一次的抗议其实他主要是针对 你不要一直把我就是什么动态清零 把我关个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我连出去买个东西都不行 我想大部分的台湾的人民 应该都有被居家隔离的经验 以我来说我觉得在家里关个四天五天 我就觉得很受不了 当然是一关关了一百天 那个是很难想象 所以是关逼民返 所以大家出来其实求的就是 不是说所谓政治上的自由 他们求的只是说你不要再动态清零 你不要把我关在家里 那这个诉求其实并不是太过分 所以官方为了怕事态扩大 很快的就开始倒数解封 那一旦大陆开始进入解封 比如说郑州 他的隔离也放宽了 那富士康的郑州厂 他就有机会 会有一个更好的生产的一个 一个能力的调配出来 所以iPhone他后面就会转顺 所以其实这个对台股来说也是利多 因为很多供应链都在大陆 所以大陆只要不要一直封控 对台湾的一些在大陆有工厂的公司 其实都是一个利多 所以严格说起来今天是两大利多 一个是美国升息会从激进变成温和 另外一个是大陆看起来已经受不了 受不了人民的压力开始步入解封 所以台股今天就连续涨第三天 前天就涨了160 昨天又大涨今天又大涨 甚至今天早上一度大涨272点 当然因为已经涨第三天了 有些获利回头卖来很正常 中场压下来收涨133收15,012点 但是这一次反弹的过程 总算首次来到了15,000 然后现行上在今天是有一个多方缺口 虽然说今天是收黑比较可惜 但这几天是加速摆脱半年线的纠缠 这条蓝色线叫半年线 加速摆脱纠缠 然后今天出现跳空的缺口 而最重要是成效量是2915亿 几乎快要摸到3000亿 那已经很久 就是没有常态性的3000亿 前面这边曾经出现过超过3000亿 那很快量收到大概2000附近 这一次就快到3000 那这部分也不意外了 从这一面来看 台币今天是大幅度的升角 0.267 就2.6角 这是非常大幅度的升值 然后从走势上来看 今天来到30.6 是从这一波台币的最低点32.335 一路升值到30.6 表示市场的资金 在过去这一个月持续的转向 在10月之前是一路出去 10月过后到11月份一路进来 而且看起来是越涨越凶 越涨越凶 进来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所以简单的结论就是说 资金面对台股有利 技术形态上摆脱半年线的纠缠 出现一个多方的跳空缺口 量也回到接近3000亿 所以看起来这个涨势是正在加速 那半年线下一道关卡是在年线 那年线的位置很好记 你就记16000 16000 就抓整数16000 那今天收盘算15000 所以我估计从现在到年底 应该来不及 到农历年前 是16000有机会 16000有机会 因为这一波 从18000多 跌到12000多 跌了6000点 假如我们抓反弹 二分之一 3000点加回去 大概也15600多点 再超过一点 就16000 所以我认为这年线是有机会 所以农历年前 就认真做股票 那资金一直在轮动 前面涨IP股 现在开始做一个休息 落后的IC股今天也开始补涨 安控股标 光铅股标 军工股标 那今天车用股也开始上来 因为钱变多了 之前是1500亿 现在变3000亿了 所以越来越多股票可以加入轮动 钱越多可以涨股票越来越多 所以这边就是要非常积极的去操作 操作什么 操作比如说11月份营收会好得不得了 11 12月份 或者1 2月份营收一路往上 操作明年有梦的 有新的题材的 然后年底看是法人要作上 或者集团要作上 我认为很多股票都有机会 所以这边就是非常积极的做灵活的操作 那M31 兼510块附近 这边大赚出新一趟 因为最近高档量缩掉 这波毕竟从不到300涨到545块 涨幅确实是有超过了88% 所以涨这么大一段上来 他做一个非常强势的整理 但量缩可能会整理一段时间 这一段整理的时间 有越来越多的低档补涨刚上来的股票 陆续冒出头 所以我们就先走一趟 先做眼前更为强势股的操作 所以从380到510 130块赚起来赚了超过三成 后面会找机会来回再做操作 但今天M31的资金 就先转进新的 刚刚起涨的标股 所以这边赚完130 本金加获利换到新股票 准备要再赚一波更快的行情 所以这是在M31 然后世新 昨天创943的本波新港 早上再来到960块的这一波的最高点 可惜今天创高之后拉回 尾盘跌得有稍微重一点 收在895块 但还在年限之上 所以这算是一个脱离年限一次的获利回吐 但我认为问题并不大 因为一般来说脱离年限 才是刚开始要加速 而且我估计11月份营收 月增的幅度应该高达三成到四成 最乐观的版本 有超过四成的 但是我们抓保守一点 抓三成到四成 以他的10月份营收是12.3亿的历史的次高 离14.6亿的历史新高 其实没有差太多 所以它基本上它是机器非常高 但是在ABF的新产能到位之后 仍然要创一个新高 如果全力金在这个月 有部分做一个任务的话 那营收就会超过我所预期的这一个版本 可能会更高 那我们就抓三十到四十这个保守版 这波从557涨到960 总共涨了72% 落后创意这一波最高涨大概98% 那结果尾盘又掉下来了 又掉下来了 所以落后其实创意 落后创意的涨幅超过了三成 超过三成 那在11 12月份营收表现 估计会是所有IP股最为强势的 至少11月份是 那12月份M31可能跳上来 又有得拼 又有得拼 但M31反正那是12月的事 到时候再说 那11月份的四星的营收值得期待 股价落后创意 所以创高拉回 我认为股价还要再上 挑战四位数字应该 是一个既定的方向 那金利科 今天持续做一个量数的拉回 中场跌6块 收183块半 股价算是回撤月线 那最近这几天 买盘出不来 我认为其实就在等 今天的营收的公告 因为前几个月营收 全息都没有认 那可能 11月份的营收 维持在两三千亿的几率最高 但它有可能是最后一个 或者最后两个 烂营收 我认为过年前 全力金认进来的几率 应该是会越来越高 所以这个买盘 量数都在等营收 那营收如果符合预期 就两三千万的话 明后天应该就有机会 补量开始往上 但整个IP股 当然金利科 它的位置相对低 但是像金利科 M3E 创意 世新 他们毕竟这波涨上来 都是涨了七成到八成 所以高档量缩 资金转到其他的族群 刚冒出来的族群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但是以世新来说 它的涨幅相对落后 营收表现会相当的强劲 我认为它没有到价 还可以继续再涨 M3E先出一趟 到时候等拉回再买 或者量缩整理一段时间 一两个礼拜之后 我们再来买 资金就做一些新的标股的操作 新的标股的操作 今天我们把M3E转出来的资金 买经一档 营收连喷新高的小标股 6XXX 就像我说的年底你要买有梦的 有数字的 股价如果说可以在低档整理一段时间 刚冒出来 而且法人取得共识的族群 就像最近的光天股就非常的强势 上个礼拜大标的军工股也是如此 这个就会加入轮动 那就会一波一波的来 所以你不用一口去赚一倍 就说这个股票你赚个三成 那股票你赚个三成 下档股票再赚三成 加起来就是一倍 所以M3E赚了34% 资金就转到这档股票 前面横盘好几天 先带量做第一天的攻击 第一天的攻击 注意关键在于今天是大涨 冒出头冒出量的第一根 前面看看华星光 也是整理好久 冒出头第一根之后 砰砰砰砰砰 连续涨了30% 所以要买第一根 这股票就是第一根 而且它跟华星光很像 华星光前面 营收连续三个月 都是创新稿 但因为遇到10月份的行情 真的很烂 所以股价硬生生 从41块打到28块 大家如果我都还记得的话 但我那时候就说 头信一上都没有卖 接单满到年底 而且看起来明年订单更乐观 所以股价前面不反应的 后面终究要反应 股价就喷出了 当然现在这样 追华星光 那一叉叉了四成 追起来就很有压力 水不必要 但是像华星光一样的数字 这一档营收连喷新高的小标股 9月10月营收都是新高 前面 这边只印三根 其实前面都在整理 前面都在整理 其实冒出量的第一根 跟华星光的这根一模一样 那新产人呢 11月到位 所以前面营收运双应高的 新产人11月又到位 所以后面营收 上距离道就更强 估计11月再创高 12月原月份 一路向上 那进入2月份 要过年 当然营收大家都会掉 然后到3 4月份再往上 第二季又有更多新产人要到位 所以明年是一季比极高 所以营收已经先两个月创高 再来11 12元月份 会连喷新高 所以它极有可能是 连续5个月的新高走势 前面华星光就是这个样子 营收连创新高 10月份还被打下来 多酝酿了一个月 一喷就出去了 那这张股票也雷同 那明年估计要赚大概5块钱 那股价连40都不到 那以5块钱的获利 这个族群的本益比 普遍高于20倍 我们只抓15倍 大概都有75块 那以一个不到40块的股票 也就是说未来空间超过8成 那当然超过8成的空间 不是告诉你说 我今天带着你在这边买进 我就一定要赚到8成才卖 那中间会上上下下 忽快忽慢 但是如果说 像M31或者华星光这种 一喷上去 一下超过三四成的 你抓到三成的获利出一趟 来回操作或者再做下一档 M31赚三成这样股票如果赚三成 或者跟华星光一样一喷喷四成 再换下一档 只要再一个三成就一倍 所以就是一档接着一档 所以这一档 你说连喷新高的小标股 就是M31出新之后 最新的布局 最新的布局 所以操作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要一档接一档 前面9月10月是所有股票都在底 那时候我们也就是把手都绑起来 每天没有什么动作 不要重复的受伤 是那个时候最重要的策略 熬过去海阔天空 四星M31华星光 什么股票对股票全部都涨回来了 而且甚至还涨超过 从亏钱变大赚 那现在市场又开始转为多头 现在展现就是在年前要去供 16000点的年限的气势已经出来了 所以你这个时候不赚 更大合适 那我也说我的节目会在年底 正式告一个段落 那大家也不用太过紧张 因为电视台的节目 告一个段落之后 我会去尝试 Podcast 或者是YT 甚至TikTok 抖音的各个平台 不同形态的节目 那会在网络上跟大家呈现 所以你只要持续锁定我的FB 跟LINE或者Telegram的文章 你就可以收到相关的资讯 那当然也感谢就是说过去这16年多 对于我节目的支持 所以在节目结束前的最后一个月 因为今天已经12月的1号 录音的时间其实就剩22天 所以我就开玩笑说 反正现在就是录一集少一集 那就在最后这21天 22天的节目 未来这最后的一个月 谢谢大家过去的支持 我们也在这边推出了一个 达人688的最大的回馈的专案 那达人688就是说 只要你来电 搜出达人688的通关密语 通关密码 如果你想跟我操作 你就可以跟着我一口气操作到 明年的年底 2003年底就长达13个月的时间 当然半个月前 你就来加入 就13个半月 现在就一天比一天少 我现在还有13个月整 史上最长的操作的时间 当然会背上也会给大家 最大的优惠 所以达人688 收出通关密语达人688 带你操作到2023年年底 并且只要拨电话来的 就可以立即得到一早 最新的小标股 那等会儿我们再聊其他股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在股票市场 大概已经2526年了 其实经过了好几个非常巨大的多空的循环 常感触都很深 尤其是今天才刚进入到12月份 一个多月前的10月份那个时候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每天融资在断头 一堆股票天天在破地 跌到好像世界末日 好像这些股票都没有明天一样 即使营收创新高 获利创新高 股票一跌下去就是什么两成三成 跌得非常的凄惨 结果就在一个多空转换之下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像什么华星光 世新 创意 M3E 不只涨回来 而且还涨到让你觉得 今天我怎么没有买 才是非常的可惜 越来越多股票加入这个轮动 因为整个量已经拉到3000亿了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说 联准会它已经放软 所以它会让整个资金回流 股市的速度越来越快 整个雅股 欧美股市都一样 所以再来可能2000多亿会变常态 常常会看到3000多亿以上的量 所以会涨的就不是只有一组股票了 可能就越来越多组股票 开始做一个轮动 这就是大家赚钱的机会 所以忍耐过黎明前的黑暗 现在就是影像光明 所以不管前面亏多少钱 现在就是你赚钱的一个大好机会 当然我们也推出了 告别电视前的最大的 达人688的真神的回馈的专案 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跟我操作最长的时间 那有一个最棒的优惠 同时还要帮你买会赚钱 会大涨的股票 我想这个机会相当难得 那金刚金刚股股 礼拜一涨停 礼拜二涨停 礼拜三创高拉回 今天在平盘上下 做一个强势的整理 创新天亮之后 一定会有大行径 因为昨天是一个天亮 金天亮说做一个横盘的整理 季报上连八季的获利 营收上连19个月的正成长 而且2024年 美国要台湾落实 扩大国防自主的生产 可能会交给我们很多军备 要在台湾生产 这个梦非常的大 所以它本来数字就很棒的公司 又一个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创新天亮之后 后面必有大行情 然后雷虎礼拜一涨停 礼拜要冲上去拉回整理 今天小涨 金融无人机全球都在抢购 雷虎的金融无人机 先跟台湾经营部做合作 要出给台湾的国防部 另外锁定的是全球的国防市场 这个想象空间也是太大太大 所以它不只是台湾的军工股 它是全球的军工股 所以这波股价才会如此强势 然后巨虹 礼拜一二八 昨天冲新高135.5元 今天小跌整理 跟腾讯合作的AI注定器 11月份开始起飞 出货起飞 明年要上下20倍 这个市场高达7000亿到1兆的台币的市场 是全新的生计一财的标股 因为产品毛利率高达50% 它将会带动获利大幅度的跳升 然后今天M31的资金 出了之后转进这一档营收喷新高的小标股 跟华星光一样营收会连喷好几个月的新高 股价空间超过80% 所以只要今天来电 搜出达人688的通关密语 我会带你操作到2023年的年底 并且可想最大的会费上的优惠 同时可以得到这一档最新的营收连喷新高的小标股 祝大家收拾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回复档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